想大力支持和配合 活动筹办工作的有关地方 部门和社会隔界 表示诚挚的问候 和衷心的感谢 这一次啊 国庆系列活动的成功举办 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希望同志们 认真总结 倍加珍惜 大力发扬 尤其要把广大人民群众 在活动中 激发出来的爱国热情 和伟大民族精神 进一步引导到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上来 继续解放思想 坚持改革开放 推动科学发展 除静社会和谐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而不懈奋斗 李长春在主持时说 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 成功举办的重大历史意义 深刻揭示了这次庆祝活动所蕴含的 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巨大精神力量 对参与庆祝活动筹办工作的全体同志 给予极大勉励 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 深刻领会 坚决贯彻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大力发扬这次庆祝活动 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和体现出的优良工作作风 再接再厉 奋发进取以实际行动 推动各项工作 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参加会见的领导同志还有 刘琪 刘云山 刘延东 令计划 孟建柱和陈炳德 参加国庆阅兵的地面装备方队 几天来已经陆续的离开了通州阅兵村回撤归建 那么这么多的大家伙是如何回家的 一起来看一看 这里是通州阅兵村的铁楼站台 今天来自装备方队的大部分授业装备 将分批从这里乘火车回家 通州阅兵村共有30个地面装备方队 主要是履带和轮延